最重要是三个工作 其实我在台北农场 农产当总经理 去的时候 所有的菜我都不认识 长啊 这个葱蒜不分 高丽菜小白菜 青江叶分不清楚 但是为什么 号称全台北农产四十年来 自己绩效最好 就是三件事 第一 树立总目标 台北农产公司要树立什么目标 将来高雄市树立什么目标 先把总目标找出来 这种目标像大太阳一样 一照下去 所有的 人民所有的官员 在这个阳光一照 知道这是我们要发展的目标 第二 首长要以身作则 绝对要不贪不取 因为上梁不振下梁就歪 对不对 一定是如此 你上面在搞 我为什么当下面人 我不跟着搞 我不是傻瓜吗 所以一定要做得正 以身作则 这第二个目标 第三 运用的团队 这些团队操手又好 而且要有热情 有理想去冲 这三个工作做好 天下事 没有任何工作可以难倒你 你问高雄未来总目标是什么 我们现在总目标很清楚了 转过来高雄会变得又年轻又有钱 这是我的总目标 根据这个总目标 我定下来 我本人能不能以身作则 一定不贪不取 OK 我一辈子也不贪污 你做正了以后下面就不敢乱来 第三 你要找一个团队 强力执行这种目标 这是我要领导高雄市 如果机会当高雄市市长 我一定要这样做 这三大目标确定完毕 整个高雄要往前冲 现在已经2018年了 将来高雄的孩子长大之后 他的挑战竞争者 绝对不会是台南台中 也不是高雄 也不是台北基隆 直接要面对上海的挑战 新加坡甚至巴黎 下一代的挑战 你怎么定位下一代这个城市 我们下一代的孩子 如果没有中英文俱家 在人生的竞赛上会吃大亏 所以我在想 我们每一个人讲米南语 客家语 原住民语 大部分都在家里 爸爸妈妈 阿嬷妈妈 而且还是母语吗 就是你的爸爸妈妈学 那明年市政我编的是 九千万的预算 当时我编九千万母语教学 如果我把九千万拿出来 你爸爸妈妈 阿嬷妈妈 教客家话 我检定这个孩子OK了 我把奖金发给这个孩子 如果教原住民话 我把奖金发给原住民 米南语也是一样 母语鼓励你在家里学 还有妈妈是越南的 新住民的 也可以加入检定 我们把奖金发给你 可是学校时间有限 教育资源有限 我们只能够 中英文双语教育 如果不这样去做 高雄是没有机会 做国际化大城市 我推出这样一个 是因为我已经可以看到 十年二十年之后 我们的孩子会面临到 非常重大的挑战 来自国际上的 你只是小孩子一毕业之后 不是在跟本地 在打的 你要想 我们下一代孩子怎么办 所以我一直想 如果高雄是国际化都市 如果我当高雄市市长 一定要中英文双语教育推下去 培养更强大的下一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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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